来源莫哈视频 作者漂亮 一个发现是 一旦需要屏蔽那些F星星星字眼 几乎所有地方都选择了声音币 呸啊 哈不好吗 为什么屏蔽脏话一定要用币 美国科学家曾发明过一个可以和谐要脏话的系统 即使是现场直播的节目 系统也可以快速屏蔽 比如当有人说发歌语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和谐成币 中国电视台觉得这个系统很好用 于是就引进了它 但是中文比英语复杂太多了 系统来不及反应 总是会延迟一点点才屏蔽脏话 于是变成了 凑你猫痞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 不过用意来屏蔽人物 嘴中出口的情景 你一定见过 如果不控制 你的荧幕将被逼占领 让子弹飞制造 回忆那些你浪费在屏幕上的时间 用必项的状况 其实并不少见 在国内 有奇葩说 李琴的深处的马东与高晓松 抗戏来了 里还有小S 在国外 有 施地夫哈维托口秀 中的妙语连珠 哦 千万别啊 甚至在全音音乐奖 Breathe Award 这样的顶级场合 B也频繁出现 2016年2月24日晚 第36届全音音乐奖 在伦多尔 欧亚人体育场隆重举行 当晚 包括全球成就奖在内 的四项大奖 Breathe Award 生物团团中 当身着红色沙群 到Adel 第三次上台领奖制限时 他拿起迈克 对台下的观众 激动满分的说道 虽然你们可能 已经他妈的厌倦我了 这句话在Adel 的整个获奖感言中 仅仅是个开头 之后的他甚至一度 因激动而变得哽咽 但细心的人还是注意到 ITV当时负责直播的 一家英国电视频道 把整个句子都遇掉了 除了那个引人注目的 把FA科 当Adel 在当晚 第三次上台 领取全球成就奖势 他在台上激动的 对人们说道 你们可能他妈的 已经厌倦我了 没人知道 是转播设备 发生故障 还是电视台 故意为之 那个F 我就那么 赤裸裸地 直播了出去 而见证了 这一幕的主持人 也不得不迅速的 向台下致歉 如果有人 被刚才Adel的言语 冒犯到了 我们很抱歉 为什么是B这个音 一旦需要屏蔽三化时 几乎全世界都在使用 同一个声音 B 为什么是这个音效呢 B的专业术语叫做千周 即EKH6周的声音信号 是电视系统里面 唯一的声音日制信号 最重要的作用是调适音量电频 同时它也表示真正的空白 电视行业里听音不等于空白 在维基板科中 千周被译为Bleep 为什么要用B 而不是P 啊 因为B是无任何反应 最简单的声音 它是机器最容易实现的声音 自然中却很少听到 剧中用来有盖章话表示 这个声音是机器加上去的 不是原来的声音 这个声音你小时候一定没少听见过 上世纪50年代时 各个电视台会定时检修设备 检修时就在屏幕上播放彩条背景 用以检测颜色 波动等情况 这时的背景音 就是B 央视使用的GB2097检验图 现在许多地方卫视节目 其央视的节目 已是不间断的播送 不安排检修的时间 在一些盛 市的地方台 还有停机检修的安排 而用B代替干化的传统 其实是由60年代的动画 兔巴格而来 在动画片兔巴格的故事 中有一角色叫BB鸟 它的原型是一种叫做走转的鸟 它在奔跑的时候会发出BEEP BEEP的名叫声音和汽车的喇叭类似 所以前周后来在英文中被译问BEEP B声评比开始使用的直接原因 是因为美国麦当娜的一次直播放弹 由于它在直播中 连续爆了很多出口 让大家都瞠目结舌 这个事情的后续结果就是 以美国所有的直播节目 都延时几秒播出 而有三话的时候 用B盖住 不是所有三话都要屏蔽 事实上 每个国家针对本土播放的内容 有着不同要求 不是所有三话都必须被屏蔽 比如美国的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Deni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他们对美国电视节目的播出内容 有着详细的规定 其中有一条是对三播不亚信息的限定 不亚信息的定义 从上下文来看 语言或材料从辅助观点来看 有冒犯色彩的表现 或者提到性器官 排泄器官 性行为或者排泄行为 一些有上述不亚信息的节目 在不达到下流的等级时 是不会被全面进播的 而是在孩子可能看到了的时间进播 早六点至晚十点 当然 博之类付费频道不再歧烈 否则你就看不到类似难以伺候 High Maintenance 又叫中口难调 的大尺度聚集了 美聚难以伺候聚照 中国的做法似乎比美国更加直接 除了把三话毕掉 有时还会采用彻底删减的做法 根治粗促之语 于2005年上映的国产抗日剧 亮剑 曾因各种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红极一时 出身草寇的李云龙经常爆出 符合他人物定位的粗口 亮剑之照 当年这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电视剧 最终一平均10.7%的收视率 夺得2005年中央电视台收视冠军 但当他于15年在央视重播时 三话部分基本全部被剪掉了 有人说当年的亮剑 由于题材弘扬了主旋律 所以播出时审核并没那么严 但十年后的剪辑 最终还是打了一些人的脸 无论哪个国家 电视作品由于播出平台的 受众很广 所以都对内容有所限制 电影就不同了 比如美国 会用电影分析制度把电影内容 分析之后再上映播出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未成年人的观感体验 而且是成年人在观影时 能够得到更加直接的内容体验 即便电影中的三话 只要不是很过分 就可以不进行屏蔽 在2013年上映了热门电影《华尔街之狼》中 一共出现了569次爆出口 平均每分钟3.8亿次 是非记录电影中三话最多的电影 《华尔街之狼》剧照 在2013年11月底 美国电影《协谎》就对导演 马丁斯科赛斯发出警告 如果他不对 《华尔街之狼》中的 性爱和罗体场面进行删改 影片则会被定级为NC17集 17岁以下人是不得观看 马丁斯科赛斯的回应 是会进行时度修改 以保证影片被定为 二极限至极 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 或者监护陪伴才能观看 如果算上纪录片 那么使用三话最多的一部电影 立当荣归《法科》 没错 一部讲解《法科历史语用法》的纪录片 全篇更出现三话857次 平均每分钟9.21次 一部你不敢收起名字的电影 而这两部电影中的三话 在放映时均未被毙掉 电影中的三话屏蔽时 在美国的电影分析制度出现之前 三话在电影中的应用 其实也是一波三折 当1927年有声电影终于被发明之后 1929年第一次有电影出现了 Damn IT这个字眼 1930年首都出现 The Offset 1933年动画片更出现了法科 但在1934年美国电影协会 决定全面在电影内 不止所有三话帮送 不过还是有一部电影打破了禁令 1939年的影史名片《乱世家园》 男主角克拉克盖伯违规 说出了I don't not give a damn 这句话在现在看来不痛不痒 但在1939年 当克拉克盖伯说出这一个三话字眼时 全场观众都倒泄了一口凉气 这句台词也因此特别出名 许多观众都特别想再倒回去听一次 最终《乱世家园》被政府罚了8.5万美元 千枚白花 《乱世家园》还是给进脏话政策 带来了一些改变 政府从此允许电影引用书中原文石 可以是用原剧的脏话 因此片方为了想让电影明星说出脏话来当噱头 他们就让凯瑟林和本念了麦克白的台词 1968年 美国终于取消了电影《三话记令》 因此更多三话就首度在带荧幕上登场 像是1968年Bullshit 这个字眼 首度在电影院被放送 电影冷血 In Cold Blood 执照 1971年的电影《恋爱的人》 让杰克尼克选成为第一位 在电影上公然标脏话的一线电影巨星 《恋爱的人》海报 到了黑帮电影盛行的时代 电影中的脏话 更是普天盖地而来 像是1983年叫父爱尔帕西洛 就成为了电影史上 说了最多发科的人 老爷子究竟多爱说发科 你可以在电影《八面杀星》中亲自数说看 脏话有什么用 现在的情况是 从美国的二级主角四世 Deadpool 到国产钢铁直男导演家文 无论过内还是国外 电影行业对脏话 都不再像从前那般苛刻 比起美队 钢铁侠等一争言词 善恶分明的超级英雄 如今更多的人们开始喜欢上 那个满嘴干话与黄段子的死事 小孩子喜欢我骂人 什么妈的 操 沙雕 打飞机 朋友 那感觉很爽 人们对脏话本身的喜好 甚至也产生了变化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鲁斯维基利 在脏话文化实义书中 写到了他对脏话变迁的研究 如今要好几个发科 才能达到一个发科 不在十年前能达到的效果 奇葩说有一期的话题是外卖小哥热毛我 该不该投诉他 罗振宇说 脏话是人类冲突的缓冲机制 当人与人之间 情绪和表达都走到尽头的时候 脏话的出现替代了刀和剑 但事实上 脏话是从诅咒发展而来的 产生脏话的真正社会机制是 若是群体被强势群体记录到了极点 却又没有能力用刀和剑 直接从肉体上毁灭对方 于是只好用脏话 或者诅咒 来在精神上攻击对方 奇葩说截图 所以 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走到尽头 却又无法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时 脏话就诞生了 不是因为有了脏话 人类才有了缓冲机制 恰恰相反 是因为有了缓冲机制 所以人类才有了脏话 我们从小就被父母教育做人要有礼貌 不许说脏话 而当司机闯红灯 差点蹭到你家的车时 手握方向盘的父亲总是第一个破口大骂 傻逼赶着投胎啊 没有什么生意能真正消灭脏话 就像没有什么脏话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样 真正靠评比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 你早就经历过了 那时电视上正有人心碎 你们扭头对你说 闭眼 不许看 部分信息原理自 美国电影三化发展史 经典民作为反规定空然标脏话 三化文化室等资料 感谢自媒体独立于统计数据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